今天聊的是股神巴菲特 他說他在金融市場上看到了物價飆漲 跟巨大的通膨壓力 那同一時間金融市場 還有一個這一回合 各國央行印鈔之後的貨幣戰爭 那尊 尤其是數位貨幣 這裡頭確實會影響到美元的貨幣地位 是 那個世界前三大經濟體 美國 中國 以及歐洲都在都在發行數位貨幣 但是美國是相對保守的 沒有中國跟歐洲發展那麼快 所以他們民間現在就急了 想要來幫政府做一點事 所以現在這個Accenture這個顧問公司 以及Digital Dollar Foundation 他們就要過去接下來12個月 要在5個試點幫忙試探數位的美元 到底有怎麼樣的用途 最近的經濟數據也是很好 雖然在過去一個月 我們看到了公債殖利率從1.75回測到1.55 但像剛剛講到原物料大舉上漲 所以殖利率在這邊是有支撐的 以及3月份的美國的個人消費物價指數PC是2.3% 所以消費者物價指數2.3% 十年殖利率只有1.6% 所以還是有往上的空間 那我們通常看殖利率的時候 我們很常會看銅價跟金價的比值 對 因為當經濟很好 通貨膨脹上升的時候 銅是一個很受惠 因為銅在什麼地方都用得到 但金價因為金價對是一個負利率的資產 在這種情況下大家比較不想要持有金價 所以我們如果從銅價跟金價的比值來看 現在的十年殖利率的話 銅價跟金價比值在今年最高點 那殖利率還不在 所以如果這樣子來看 也許殖利率還有上升的空間 那再來談到數位貨幣 臺灣人就是根據這個網路溫度計的統計 最近臺灣人前十大最在意的 最常談論的加密貨幣 當然比特幣跟以太幣 是前兩名沒有問題 第三名是幣安幣 幣安是全世界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所 其實兩個禮拜前剛上市的美國coinbase 是第三大 它的交易量其實只有幣安的十分之一而已 所以幣安第一大 幣安非常非常大 那所以它的代幣也有一定的價值 那我們如果來看最近最紅的 其實就是以太幣 因為以太幣在昨天突破了 歐台派催到三千四百塊 然後今天可能回落了一點 回到了三千三百塊 但是還是非常高 所以我們看今年的狀況 大家一直談論比特幣 比特幣 比特幣今年只漲了90%而已 以太幣今年已經漲了340% 以太幣今年漲三倍多 對340% 而且全球加密貨幣的市值 現在已經突破了2.3兆美金 哇 2.3兆美金跟這個拜登的大基礎建設大撒幣方案一樣高 沒錯 而且而且以前都是這個這個主要的市值 通常都集中在比特幣身上 比特幣以前大概都占70%全部加密貨幣的市值 但是今年的加密貨幣是百花其放 比特幣現在只占了46% 那第二名是這個以太幣目前占15% 對 今年狗狗幣也漲很兇 是 那我們看這個以太幣市值現在是大概3800億到3900億左右 那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都是它是全世界前24大的一個資產 它市值比Mastercard 比NVIDIA 比美國銀行 比雀巢公司市值都大了 那他最近有一些 他搞到這樣難怪會被說是泡沫化 對 已經就是我們當跟這些公司市值相比的時候 你會覺得蠻不可思議的 那比特幣當然他最近是有一些他自己的發展 像是加拿大在兩個禮拜內發行了四檔以太幣的ETF 加拿大在這個加密貨幣的ETF一直都是領先的 他二月發行了北美第一檔的比特幣ETF 四月發行了第一檔比特幣反向ETF 現在又發了四檔以太幣的ETF 所以他們在這個方面是比美國要願意冒險一點 那狗狗幣呢就是一個今年更神奇的現象 那我們剛剛看到以太幣覺得三百四十%已經很誇張了 狗狗幣今年是漲了八千七百% 而且他就是不像比特幣一樣是有稀缺性 也不像以太幣是那麼有功能啊 所以是一個很奇特的現象 但是雖然加密貨幣發展的非常蓬勃 不是每一個相關的產業都有都有獲得 都有獲得好處 像這個中國的比特幣礦基最大廠 這個一般國際 雖然你想像說比特幣今年這麼好 他應該也要受惠 但是他因為去年疫情的關係 還有晶片缺少的關係 所以他其實去年的營收是降了八十二% 所以他現在股價就是在近期的低點 你比較多囉 讓我們參與 是